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张晓晟主任医师 电脑大学部署第一医院 心脏血管外科主任 想说清楚心脚痛 不去心脏怎么行 心脏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 为了养活心肌细胞 心脏拉了条砖线 专门供养这群心肌细胞 医学上称之为冠状动脉 深毒菌就叫它冠脉吧 冠脉是心肌细胞的生命线 心脚痛就是关脉出了状况 血流不差 攻血不足导致 正常情况下 血管一天能送来十个单位的血液 心肌细胞吃饱饱 爽歪歪 如果血管变窄 血流不差 每天只能送来七个单位的血液 会怎样 心肌细胞吃了上顿没下顿 工作量一增加 立刻抽抽给你看 这就是稳定型心脚痛 如果血管只能送来四个单位的血液呢 心肌细胞的伙食供应 骤然缩水 日常工作也快扛不住了 时不时掉链子 搞得你心脏痛一痛 这就是不稳定型心脚痛 如果血管长肌血液供应不足呢 心肌细胞 这就是心衰了 如果血管突然被堵死了 短时间内大量的心肌细胞死翘翘 这就搞出心梗了 如果负责大面积心肌细胞供应的血管突然被堵死了呢 这就会猝死了 身独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